嗨 大家好 大家好久不見 今天這支影片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 最近的保養品愛用分享 嗯...好 我先說一下 就是如果在Follow我的人 就是我的Facebook Instagram上面應該都有 就是PO一些最近的我的狀況 最近是我剛好要趕畢業 然後加上我阿嬤就是我奶奶她住院 然後就時間這樣卡比較緊 就沒有辦法擠出時間來拍影片 進進影片 所以這段時間呢 就比較少拍影片 好 然後呢 加上呢 因為我最近有人提醒我 才發現 我的之前有幾支影片呢 因為我存檔的時候 忘記去調它的那個存檔案的大小 所以呢 前幾支影片好像有 兩三支還是一兩支影片 就是它的解析度沒有很高 因為之前的檔案 其實我原始檔沒有留下來 所以呢 就很抱歉 然後之後的話 之後的影片我還是會存成 就是1080高畫質的 好 那因為呢 我阿嬤她昨天出院了 所以今天我就不用在醫院照顧她 就有空可以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想說可以挑一個 我可以快速介紹的一個影片 所以呢 就來拍一下我的保養品 因為我剛好最近買了一些新的保養品 然後也還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所以我可以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 那有一些保養品其實是我之前就有提到過的 但是 就是我最近很常在用 因為我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會長痘痘 但是 嗯 就是現在看起來已經好很多了啦 現在皮膚都是平的 前一陣子 前一個月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連臉頰不會長痘痘的地方 都會有那種 凸一顆出來 但是它長不出來 但是很痛 可是真的很討厭 因為你化妝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邊凸一顆 然後壓了又會痛 可是它長不出來的那種痘痘 就很討厭 回歸正傳就是呢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近期的保養品的愛用品 還有我最近買了新的一些保養品 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個我要介紹的呢 就是我最近熱騰騰剛拿到的保養品 然後我現在使用大概才一週而已 就是這個 這個其實是Sunday Ready 他們家的明星產品 這兩樣都是 那 我買的這個都是小的 因為呢 他們家的產品很貴 但是就是標榜它比較天然 然後這兩個都是屬於他們家的明星產品 可是這個都是小的 就是它原本都是30ml 我沒記錯的話 然後這兩個都是15ml 可是15ml我覺得食品我拿到的時候 我覺得看起來其實蠻大的耶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大啦 然後呢 這兩個我就分別介紹一下好了 第一個這個是Good Jeans 應該比較屬於是精華液的部分 它上面寫是適合所有的肌膚都可以使用 它有這個Pump 就是壓頭的部分 它上面寫的其實它就是主打 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得更透亮 然後就是可以讓它保濕什麼什麼的 那他們家這個 他們家的保養品真的都還蠻貴的 就是它原本30ml的話是要105美金 而且還沒有含水 然後這個是15ml 就是等於是一半 那另外這個是他們家很有名的LUNA Sleeping Night Oil 它很特別的是 它是 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很特別的是呢 它是藍色的液體 非常的藍 藍綠色液體 那這一瓶藍色的油 因為它上面名稱是寫油啦 可是我覺得它擦起來其實沒有那種很油的感覺 這一瓶油呢 也是他們家明星產品 然後它也是15ml 然後它的原本的正貨大小也是30ml 就等於說這兩個的原本正貨都是30ml 然後現在是出15、15 然後這是一個組合 其實兩個加起來就是30ml的意思嘛 可是我剛剛說過它的正貨 這兩個正貨的原價都一樣 都是105美金 而且還沒有含水 然後我沒記錯的話 它那時候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是78還是79美金吧 也是還沒有含水的價錢 但是其實便宜蠻多的啦 105跟70級比起來 算80好了 也有20塊錢的價差 所以就很便宜蠻多的嘛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只有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 就是非常推薦他們家這兩樣明星產品 就很想試試看 可是105美金一罐 就3000多塊台幣 非常的貴 所以呢 剛好看到這個組合我就買了 但是雖然這個組合買起來還是不便宜啦 因為這樣子買起來還是快3000塊左右 但是就 我覺得比買原本一罐正貨大小的划算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先用用看 如果用的好用的話 我可以等年底的時候 Sephora的VIB sale的時候 可以再買 看考慮要買正貨或什麼的 可是如果要買 我應該還是會買這個組合吧 因為你買這個組合買兩盒 等於就是買這個的一瓶正貨大小 跟這個的一瓶正貨大小 但是原本應該是要1050加1050 變成78還是79加70幾這樣子 就便宜很多啊 然後Sunday Writing呢 我講一下就是他們家的油 有非常非常多種 就是可能有給抗老系列的啊 或是給就是敏感肌用的啊 就是很多很多種油 你可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Sephora 它有那個很多詳細的介紹 可以看一下 那最有名的就是這一罐藍色的 那它主打就是晚上的時候才能使用 那這一罐油呢神奇的地方是 好像是說所有的肌膚都可以使用 然後油肌用也不會覺得它太油 乾肌用也會覺得它的保濕度夠 就是我看國外的一些review 他們很多人這樣講 就把它講得非常的神奇 所以呢 我就很想買買看他們家的這個油 而且剛好最近美容油非常的瘋 就是非常的盛行 所以呢就買一罐來試試看 我到現在才用過三次而已 因為我才剛用一個禮拜嘛 然後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只是看國外的review 就是他們說這個不能每天用 大概兩三天用一次 然後用的隔天 白天一定要擦防曬 那這一罐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晚上的 睡前的時候使用 所以這個是Sunday Riley 然後我目前用一個禮拜的結果 是覺得我的痘疤好像真的有 淡比較快 然後皮膚真的有變比較透亮的感覺 所以呢我再持續用一段時間看看 接下來又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的抗痘系列的愛用品 那我最近就是 持續一直在用這個是 艾倫比亞他們的 中文名稱好像叫做 什麼粉刺水還是什麼的 就是我忘記他中文名稱到什麼 我會把名稱查好再放在下面 那這個的話我的是60ml 就是正常大小的 它最近好像母親節有那個 加大阪的組合 我原本很想買 但是呢因為我最近想要存一些錢 然後我想要去試試看去 健身房運動或什麼的 就是想要讓自己能夠 維持一定的體重跟體態 就是不要每次都 吃多一點就 燙很快 然後就是 少吃一點會瘦沒有錯 可是就是 這樣子一直溜溜球效應 好像也不是很好 好所以呢這個就是 艾倫比亞他們家的粉刺水 那我使用它的話 就是在洗完臉 晚上洗完臉之後我才會用 那就是擠在那個化妝棉上 然後就是擦在我 比較容易長粉刺痘痘的地方 它擦起來其實會有刺激感 然後它有一點香味 可是如果你有傷口 有痘痘的傷口的時候擦 其實會很痛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有蠻多的那種 抗痘或是擦痘痘的一些產品 都會有那種很刺的那種刺激感 可是我覺得這個擦起來 是真的有覺得好像 粉刺比較不容易長 就是一下子就很多粉刺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的話 目前母親節我會先跳過 這一次母親節我完全沒有買任何東西 然後這一次的Sephora打折 我也只買了兩樣產品還沒有到 所以呢 我這一次真的非常非常截止 所以這個我應該會等下一次 就是可能年底週年慶的時候 會考慮再購入回購這個 再來的話呢 這個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叫簡單保養 那這個的話 是他們家的直萃淨豆精華 它其實就是一個像透明精華液的東西 它就是沒有顏色 那這個是我在網路上面買的 大家可以在那個Facebook搜尋簡單保養 就會看到他們家的官方的Facebook 然後這個品牌其實是有人私訊我 然後推薦我這個品牌 然後我才去買來試試看 而且我發現他們的 網路上的評價其實並不差 因為我那時候買之前呢 我就上網看了蠻多的心得 看起來的 好像大家對他們的評價都還蠻好的 而且就是 重點就是他們是很平價的一個保養品系列 那他們家的保養品其實就是包裝都很簡單 然後也不會有什麼特殊的香 香精就是沒有放任何的香味之類的 然後就是很簡單 成分很簡單的一個保養品系列 那這是他們的抗痘系列 其實擦起來沒有任何的刺激感 或是涼涼的感覺什麼都沒有 就是很像一般的保濕精華液那種感覺 那我目前用到現在大概持續用一個月 然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在用這些抗痘產品 因為我最近這一個月真的就是每個抗痘產品都拿來用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是不是有因為它的關係 但是我最近長的痘痘就會比較小 不會不容易長那種非常大很凸的那種痘痘 就是都是那種小痘痘 然後一兩天就會消的那種 這個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找找看簡單保養 就上網搜尋一下 他們家的產品也還有很多其他的就是網路上有人說好用 那最後就是我終極最愛的抗痘產品 就是茶樹精油 那這個其實我之前也有講過蠻多次的好像 第一個就是這個The Body Shop他們家的茶樹精油 那這個的話它的茶樹精油的成分是15% 那這個的話是一個澳洲的品牌叫做星期四農場 那這個的話它就是百分之百的茶樹精油 這個是10ml 然後這個是25ml 所以兩罐這個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那其實這個的話可以直接擦沒有問題 那這個的話因為它是百分之百 如果直接擦的話刺激感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通常啦就是拿一些精華液或乳液 然後就是混一兩滴進去 塗一塗之後就是塗在我容易長痘痘粉刺的地方 那我最近的話是幾乎甜甜擦啦 就是因為我最近就是這一塊 之前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一些我平常不會長痘痘的地方長痘痘了 所以呢就把它茶樹精油當保養品 就是每天我都會加一兩滴在我的乳液裡面 因為之前有人問過我就是像這種百分之百的要怎麼稀釋 因為直接擦真的會有一點刺痛 那其實我的做法很簡單就是可能滴在 例如說化妝水在化妝棉上的時候我也可以滴一滴在化妝棉上一起擦 或者是你可以混一滴到你的乳液裡面一起擦之類的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這樣啦 然後我覺得茶樹精油是真的抗痘的產品來講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最後呢又要來跟大家講美容油 我最近真的超級瘋狂愛美容油 這個是HABA他們家的美白款的美容油 嗯我用過他們原就是透明的那一罐就是 那叫什麼 我原本想講原味 它不是原味 反正就是它 嗯 就是Original款 好 然後呢這個就是他們的美白款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美白款用起來還蠻有感 就是皮膚會看起來感覺會比較透亮 就不是真的變白 但是就是感覺皮膚會變比較透亮 那我自己是覺得我會買美白產品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希望可以淡化一些我的痘疤 因為我太常長那種小痘痘什麼的 然後就會常常那個舊的痘疤還沒有消 然後又長新痘痘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臉上的那種痘印很多 就很討厭 所以呢我會喜歡用一些美白產品 是希望他們可以淡化的比較快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 可以讓痘疤淡化比較快的產品推薦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是呢 非常需要就是淡化我的痘疤 因為我覺得讓 不要那麼長長痘痘 還比較好控制 但是痘疤 就是留下來的痘疤 真的是比較難拯救一點 所以呢大家如果 有什麼好用的產品推薦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啦那最後呢就是呢 我還是要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欠了大家很多的影片 那我有空呢就會來拍影片 那之後可能如果 開始敢論文的時候 有可能一兩個禮拜才能拍一支影片 就是我希望還是可以維持一個 一個至少一個禮拜一支影片的量啦 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到 那就是希望我可以順利的畢業 然後也可以順利的繼續拍影片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在下面幫我按個like 或是可以加入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我的微博 就可以follow我的最新動態 那就這樣囉 下次見掰掰 嗨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不太一樣的東西 就是 韓式辣雞湯 那這是我自己最近 非常喜歡吃的一道菜 然後